大家好 我們來繼續HPYC的介紹 這家是廠台A1系統 它有一個系統 我們已經介紹過摸摸貝塵的一邊 我們要去除去裡面的融解機 外開啟或者是 或者是用抽空的方式 一樣抽空的方式 去除這個摸摸器 然後經過一個投放性化 這個融解機器可以被抽上來 然後被推出去 然後甚至要是拍一個Pump 這個Pump 都做不實用 看到了這個Pump 這個Pump 把融解機器抽過來 然後呢 推出去 當然這張圖你看不出來 在填出去的時候 我們需要很 承受很大的一個反壓 Back Pressure 反壓 主要就是因為 在這個Pump 裡面 我們用這個Pump 裡面 填充了非常小 很容易 但是我們非常非常緊密 所以 因為我們要通過一個 這麼緊密的Pump 填充很滿小 所以它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靠重力的話 如果靠重力的話 幾乎是不會動的 所以你不需要一個 很多成瘦非常大的 反壓的一個Pump 去把這個Mopo非常 非我屬 我們上面都已經介紹過 所以 所有的LC的設計裡面 都會有這樣一個 所以 Finding Theory 在這個Finding的這個地方 我們叫Draining Bar 那就是說 你如果不希望 不希望進到後面的 尤其進到Colin的這些東西呢 讓它能夠在 這個地方進Colin之前 有一個岔路 然後把它排掉 那排到的話 它們都是 用隨便抽 然後換 那排到的東西 基本上是氣泡 而是這個地方 有可能沒有氣化成績 從這個地方 把它抽掉 那另外一個 我們不希望 就是在我們整個LC系統裡面 不希望有什麼 什麼是氣泡 不希望氣泡 另外一個呢 不希望有 任何的顆粒 任何的一個固體的顆粒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地方的 保護的Field 有一個Field 在那個 放在Noto Face裡面 就是 名字裡面 就有一個Field 然後 你的打聲摸的地方 我們做鞋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Field 使命中前面 放了一個Field 這就是保護 不希望 有任何的小的顆粒 進到這一些 那進來會怎樣 有氣泡 因為可能就很懷疑 說 這麼辛苦的 要去溶解的氣泡 有氣泡會怎樣 那待會兒我們就看 有氣泡的話 進到這個 胸口 可能會遇到胸口 一個正常的眼睛 那進到 胸口 裡面 就會遇到 那胸口 在胸口裡面 把進去 用氣泡 那它流動 它走的這個 這個 Ropex 也不一樣 會遇到胸口 非常的流帶 那 那 最近 柯林也是一樣 進到胸口 會怎樣 看 柯林進到 胸口 這兩個 是我們不希望進去的 但我們整個系統 也不希望有氣泡 能夠有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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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地方 需要用Fuilder NameFuilder 能夠有氣泡 小尺寸 也是我們要有氣泡 我們在用的 另外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都知道 整個系統裡面 有高壓 高壓 高壓的這個單位 如果是音質的話 就是TSI 那TSI呢 它是一個抽血 它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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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些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压力单位,常常被充现 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有Cherde,我们做实验的系统里面,我们也放了Cherd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能够到什么,你会可以看到,但你看不到这个Beg Pressure Waiter, 然后这个也看不到,Pressure to Sclusive在系统里面,接下来会有一大声的应用搭,然后把声打进去, 摩托盖进去,已经有Power了,就慢慢地侦测了,那我们基地要先介绍的就是POP, 然后呢,Sign Injective,然后是Tallin,然后是Injective,然后在最后呢, 我们再回来这个Tallin里面的镜像,天空幕表面的镜像, 不同呢,分成四类LC的分离方法,就是我们整张,大概这样, 就是可以系统来讲,可以系统来讲,我们来介绍POP,介绍Injective,介绍Injective, 介绍Injective,介绍Injective, 的条件,那我上次那个也提到过,这个HPLC它一系呢,发展出来, 就是在Commercial一系呢,它的位置呢,比机器玩的至少十年,至少十年, 至少十年,而且刚出来是Tick on Great,原因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这个技术,像矿泉,它的要求很严格,在那个时候,物业用的矿泉, 有啊,化工厂里面都有啊,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它达不到这些像这个, 你的油速的控制,能不能过多,到比小的时候,它也可以达到, 要知道它快,慢,都可以组织,另外呢,它的在线性呢,非常强, 在那个时候呢,还做不到,所以它差不多是七零年代, 才会是,六零年代充实。 那另外一个,迪汉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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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迪汉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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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市面上没有厂,可以做到,准备我们的迪汉车。 那我们快看一下,这个高压,能够卖到六千的PSI,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一般的货质应该有三千,三千PSI,两千PSI,可以放的。 那希望它是,我们的流动的过程里面,非常沉默时,持续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最常用的货币, 事实上是,不是静静动作的, MOSFRE,做不到。 所以它有,必须有些其他的配套做法。 勉强的,所以,让这个,去复合多长。 那事实上做不到,MOSFRE. 另外呢,其实这个流式的控制,很慢,可以换。 在中场大概这样的比较小。 那在线性,那非常的准确。 如果忽然快一点,可以来接近更慢的。 另外,POROTION RESIST,能够抗准。 那所以,有的是,标榜用的是,现在,POROTION, 就是我们的材料的科学发展非常的不快。 所以,近些年来,POROTION,能够卖非常高, 所以,大家相当于它的这个坚硬,跟那个, Standless Scale,不受杠。 差不多了。 那这样的东西呢,POROTION,已经问世了,很多年。 所以,你看到你做实验,我要是这样的, TURI,你看到有不受杠的, 你去研究完,你又看到你的塑胶了, 有没有注意到啊? 不要注意,是吧? 那塑胶的,它可以耐力高压, 跟力多数分比较。 所以现在胖,整个呢,用一个框的来做, 已经都做出来了,但是非常贵。 嗯,另外,港海、丝,也是。 另外一种,对糖菲石呢? 你 7 00 k 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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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的是, � digit expansion Gates freaking out 太 tests can 這很重 world 你要自行出版的比rane beast stopping 你 9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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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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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thousands 环件 第二天, it's a white balance, 这次妳的粉紅ooked greyٌ high 負瘦罐很貴 所以他的看護精力很好 但是比較貴 一般他就不負瘦罐 好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目前 因為兩個企業應用的HPLC 比較胖瘦罐 目前要來講 這種事態還是最常用的 不管生產 大家自己是用的 做胖瘦罐 我們叫做 你吸引你的胖瘦罐 往後勢 那就是說 他的這個動作 是像那個 一線保護者 控制 這樣一個動作 往前往後勾 遮坏的時候 如果那個勾改 綿綿綿綿 這個動作呢 一線後勾 往前推 往後拉 往前推 往後拉 那指的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一塊 比較多危險 Bi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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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動作是往前推 往後拉 往前推 往後拉 那 結果呢 這樣一個動作 結果呢 就是永遠會 往這裡面 往後退的時候呢 然後拉的時候呢 勾力會抽進來 往前推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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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Bistone 可是這個一個馬拉呢 很像那個拉火車 拉火車的位置 一個馬拉可以轉 一轉 一轉 這轉的帶給你 Bistone 解鋪 然後呢 這兩個馬拉 那這邊有兩個 紅色的 另外邊上去的 叫做 Ball 但是球型馬拉 那這個 Check-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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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機械裡面呢 它叫做 止回法 這個民間翻譯器很好 所以它的功能就是 止回 就是說 它當作一個控制法 那它當你同意往前推的時候 往前衝的時候呢 這一顆要扶手 扶手 所以同意可以抽進來 它再往前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 我的Pistone 啊 往前推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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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紋色代表的混順 這個圈子裡面 這個圈子裡面 這個空丁裡面 當你Pistone 往前推的時候呢 我願望兩邊跑 所以我願望兩邊跑 往兩邊跑 往兩邊跑的時候呢 這個球 把鏡頭的這個球 往下壓 所以把紋色代表進過來 它也退不回去 進不來 而且它退不回去 退不回去 但是 那上面球也打開了 所以紋色代表呢 當一個Pistone 往前推的時候 啊 紋色代表是兩邊跑 然後把鏡頭的這個 這個球 把鏡頭押起來 就退不回去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我們前面 這個環頭的這個 這個環頭的開了 往前推哦 所以推的時候呢 手不去 往前推 它退不回去 那接下來 往後拉的時候呢 往後抽的時候呢 剛剛就是 兩邊都 抽回來 手不去 比一個上一邊都抽回來 那抽回來的時候 上面呢 你退不回來 這個環頭的這個環頭 這個環頭就下來 把它不扯 所以已經出去的容易 它不會再抽回來 那上面這個螺點 這個環頭 這個環頭 這個環頭的這個環頭 是手陸續的抽進來 所以等於 他往後抽的時候 手陸續能夠抽進來 往前推的時候呢 手陸續在往前 手陸續 就這樣 抽進來 推出去 所以他的動作 就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動作 我們各位看一下 當他往前推的時候 手陸續到往前 手陸續 就會去動 往前 手陸續 就進了去 但是他要 往後 往後抽的時候呢 你前進動作 就停止了 對不對 他往後抽的時候 手陸續進來 這個環頭 那手陸續有沒有 這個動力往前推啊 沒有 所以他 推 手陸續往前跑 抽的時候呢 這個瞬間 手陸續 往前的動力沒有了 手陸續進來 所以 他在這個 推 往前手 抽的時候呢 沒有往前的動力 手陸續 手陸續不動嘛 所以你說 整個手陸續 你看出來 他的流動式 甚至無散 也會無散 所以 然後 抽的時候 我們就 不推了 不推容易就停掉了 所以 仔細看的話 可以拉 優點 流動 停降 流動 停降 這叫Pause 你的這個 流動呢 都是很順 那所以怎麼辦 這個對你的系統來講 多好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它是 整個的這個 這個 原理是這樣的 一個超越力的話 它就一定會有一個Pause Pause 它不是很順的 一直在流 流 然後 流 然後 那會造成你的Pause 在做這個偵測的時候呢 它是 BaseMind的Noise 所以怎麼看呢 第一個 所以這裡看到了一個Pause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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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一層 HitPause 就是流動的這個 HitPause 流速 流動的時候 你不太慢 那HitPause 那HitPause呢 緩衝 是一個緩衝的 緩衝器 所以 所以 靠這樣一個緩衝 Pause Pause Damp 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這個 快的時候 當你手錄 推出去的時候呢 有一部分壓力 跑到這裡 Pause 停一下 當你停的時候呢 手錄沒有Pause 壓力 它就可以壓力 所以當你那個手錄 推出去的時候呢 Pause Damp 折扎 然後 當你的這個 Pistance 抽的時候呢 沒有往前 推 那這個Pause Pause 讓他提供你的推力 可以來填充 啊 彌補 這個 對 抽著這個動作的時候 沒有錢 然後沒有 提供你的壓力 推力 這是一個作法 那另外一個作法 現在大部分的這個 系統產品 它是 我們所謂的 U-P 雙頭 不然你們做試驗的時候 你們看 這個胖子 是雙頭 所以這個是兩套 兩套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然後這雙頭的時候呢 它那個這個動作正好相反 一個推 就把 抽 然後這個抽的時候 這樣的話呢 就始終都有 推入你的 其實有這個 Fuel Pixel 你們不喜歡做試驗 大概都是Fuel Pixel 那有的更好的 Fuel Pixel 是再配一個 PauseStandles 配在一起 讓你的 流動 轉動速度的流動 更順暢 那 這個 那這個 紅寶是那個 Check Mark 那是像那個 櫃吧 像那個 那是有換一套 把它一換一套 那這個 是 的 快 拆到 你可以喘一下 那這個 就很老實 我們喘一下 喘完就要回來 那 我們上次有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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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變 其實 那個 沒有回來 知道嗎 都放上去 所以我 我上次沒有 別秀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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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原理 實際上還是蠻 蠻容易的 但是 在製作的 製作的上面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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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有一個 seal 這個seal 一般就是orin 就是說 你的pump discope 它要一直在前進或可以抽、推抽、推抽 這裡面接觸的是溶液,又是高壓 所以這個溶液在凍,這裡面溶液又有高壓 它會不會漏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Oring 封住這個地方,所以Solution不會漏出來 那講到這個顆粒,為什麼這個顆粒不可以進來 如果有顆粒進來,然後正好躺在這個入口、出口的地方 那你這個紅寶石球呢? 它沒有辦法封住,卡在那個畫面 它沒有辦法封住 這兩個開頭 它沒有辦法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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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可以摩住你的這個 就是,真正在做實驗的時候 實驗室裡面 你真正在硬的時候,被封住 所以你顆粒不可以進來 尤其是你堅硬的顆粒 它是可以進來的 所以你這個畫呢? 可能避免了你的畫面 再下來是三個階段 那這個三個階段 那這個三個階段 它是畫在這張圖呢? 它都放在機器裡面 那這個比較少見 所以我做了所有的經鞋 有些男生 打進去的 打進去的 用手打進去 那這個療性 為什麼 不用打? 療性的這個三個階段 大概的設計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目前大概都是這一下子 它的設計 原因是說 療性裡面的壓力非常大 你不是不可以用針這麼大 理論上可以 但你打進去之後 你說打針 打進去 如果你的壓力這樣大的話 你的手力量不大 它會分進去 打進去 你還沒打進去 反彈出來 你分出來 分出來 因為我們壓力這麼大 所以說 找先的設計 的確是 你真打進去 不過那個真打 它裡面有些大方 真的 幫助你 這個 賣一下壓力 一下壓力 它目前它都用了 三波零劑 那我們叫做Rotary 旋轉式 三波零劑 那有的時候 我們又知道 六波零劑 六波零劑 意思就是說 它的接點有六個接點 你看的話 這裡有 一、二、三、四、五、六 五、六個接點 兩兩相同 這兩個相同 在它的設計裡面 兩兩相同 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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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接就碰到 哈文 尤其也直接碰到 哈文 那這一段 就是所謂高壓區 哈文在這邊推 反而又推 推到進哈文 這個主力很大 所以壓力很大 所以這一段是高壓區 然後打勝那個地方呢 十一月三個打進來 我們Switch 打進來 然後呢 裝滿這個錄 支錄 然後排掉 那這一段有壓力 這一段是沒有壓力 所以你看很輕鬆的 可以這個 把現在我們 很容易的裝滿 使到 包括這一小段 還有P 目前最常用的 我們用的 也就是這個體積 二十馬克力 然後 標準的 三個打進去 二十馬克力 A 裝滿到 C號 P 好 裝滿之後 勾台掉馬 我們下一個動作 轉這個硬件 轉一下 轉這個動作 做什麼事情呢 就把這個 兩兩相鋒的 這個 這個 連通的這個電 轉 轉了 轉了60度 所以這一段 這一段 一轉之後 把這個擺盒 這一段 一轉之後 左轉 就轉到這段 來了 然後這一段 跑到這段 然後 B C這一段 就跑到這段 來 所以這樣一轉之後呢 這個 尤其呢 現在就經過 經過三個路 三個路 三個路 裡面的 你的三個路 就帶進了 它 所以等於說是 你的刀壓的地方呢 轉以後 整個三個路 就可以刀下去了 然後 你的三個路 它這個 接通的 直接接到外圈 這樣直接就碰到 一大氣圈 這是目前 三個路 確訊包 大陸家裡的設計 或是沒有 家裡的設計 你們做了 兩個 兩樣式的實驗 那是 倒壓的三個路 確訊包 你們還做了一個 手機 但是 有人對我們 注意的分析 那個也是有辦法 不讓我們 設計的 原理 什麼 完全是有影響 但是它是 我們假裝做的 我們也是 影響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客人 我覺得 很奇怪 我們客人 這個 這個三個路 它就放在 機器裡 機器內 然後 LC呢 它放了一個 另外的一個 常態 它的 線電圈 什麼 什麼 常態 外形是 太一樣 它的 原理所不一樣 也是有各種法 你看 它有幾個接點 是 六體 三十五位 完全一樣 它的 設計的原理 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 所謂的標本 現在 目前來講 大概都是商品 裡面 不管它外形 在那邊 它有空洞 可以擋住 裡面 台中的車 它手機都流過 另外它要用 耐斧 所以 傳統 大家都是用 不鏽鋼的 包機一點 像 這個 廠商 它 它很好 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 太精準了 我這邊帶了一個 不是太清楚 這個是 不鏽鋼的 傳一下 中間那個 那塊 白白的 不鏽鋼的 有孔洞的 孔洞大小 也接近 一個 麥克風 麥克風的 所以這邊 同學 知道一下 這個 頭跟尾 兩頭 都有這個 擋板 Fringe 在那邊 很動的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呢 前面有一個 短的Column 就是說 這個是比較新的設計 這個短的Column 直接套在這個 主要的Column 主要的FancyColumn 的 路口的地盤 這個地盤 這邊有一個非常短的Column 叫做Column 這個Column 這個Column 意思就是 保護 保衛 Column 這個Column 這個短的Column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短的Column 當作Column 用呢 這邊有血 Column 通常比較短 裡面裝的東西呢 跟主要Column 是一樣的 碳Column 這邊裝的一個顆粒 也是 表面鏡像也是碳Column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Column 那就是說 你們做實驗 像你們做飲料 和咖啡的實驗 各位 你們 特別請同學 你們的飲料 都要用奶茶 都用奶茶 都用奶茶 那顆的那個 硬酸 那顆的那個 就用個滑出來 拿進去 把它都蝕出來 蝕出來 就有小根植 開出來 大的根植等等 它就進去 它就 住在那個口座地方 拿進去 它就 臟在你的管座最前面 它都蝕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把女兒一個管座 一萬塊兩萬塊的管座 前面就慢慢的就受傷掉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很會把女兒做的 存一下把它破壞掉 所以我們通常前面放一個 戴恩卡的意思就是說 讓她來保護主要的卡人 前面有個戴恩卡 那你當你要免章的話 該東西進入管座出來的東西 它就留在這個戴恩卡裡面 要死的話 你這個戴恩卡的現實掉 那它比較短 它也給你一段時間換掉的鞋 那你們上一天做那個 水質分析的 他們用這個離子的鞋 它就有一個長的 這個短的就是戴恩卡的 好 這是這個 這張圖裡面 讓各位知道的 每個FREIT 那他們做什麼用 右邊這個圖的話呢 就是電子顯示墊下面 看到了 你的天空顆粒 它的外表 所以我們讓你同學看 光學學的鏡頭 那看到只是很小的顆粒 你看不到 它真的一顆的長什麼樣 這邊讓你看到 更高倍的 電子顯示墊下面 你看到一顆吧 長成這樣 那這裡面呢 就有孔洞 所以目前 一般的HBLC的話 它裡面的鐵門顆粒大小 這個大概是最高級的 這個大概是最高級的 350 這邊叫Mine 至於說這個顆粒大小 你們也看過幾個 下面的顆粒大小 這個是5個Mine Park 這個頭髮 吃進來了60個Mine Park 頭髮 這個是5個Mine Park 這個是1.7Mine Park Mine Park 現在大概有一個概率 它多小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它當然很小 好 長的那邊同學沒問題 顆粒大小 結果純粹講那個 HATIMETURE 才能用顆粒 還可以長得近小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繼續幫他講 這邊你看標題 HIGH SPEED Iso-Gradic Separation Iso-Gradic Separation 指你的動向是固定組ender 從開始到結束 整個飛行過程裡面 它的動向的組成 比如說水平安心的比例 是固定的不變 Iso-Gradic Separation 那HIGH SPEED的話 還是跑過 這是想要把你的 通學都不做好 一般以上都是滿分的 希望这样一个精神能保持到寻慕房 你家里有家人 请大家看 保持这样一个用功的精神 认真的精神 这张组也是一样强调说 我们的HIGH SPEED快速的渠乏 你们都做过实验 你们都很讨厌 很多时间达到去 哇,20分钟 等着要死 最后一组回家 没办法 最好碰到这个实验 所以时间快了时间慢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都希望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可以接受的分比效果 这边强调就是说 你的颗粒用的很小 这个三个μm 这样一个很小的颗粒 那小颗粒的话 代表就是它的颗域 那其实我们讲 颗粒越小 你的颗域越小 所以代表你的 当然你非常小 这个屁股越窄 既然颗粒小 然后让你的颗粒追性能变好 pick变得很sharp 这样的话呢 不需要分得那么开 所以它可以 可以急一点 没有关系 所以说呢 你可以快一点 可以用一个短的column 上考试 好处快 像这个例子里面 15秒 哇 这个真的 这个有点 有点过分 15秒呢 8个成分 真的 还算不错 但是快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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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重要 尤其现在 你产生的肺炎 你做这个 LCCM Massim 很滑 Massim 不能乱到 可能往前找不到 所以Massim做完 我们就把它回收 就是肺炎 然后那一桶呢 拿去给厂商抽离的话 一千五百万 我们系上的肺炎 自己实验室的话 自己实验室要肺炎 所以有机 无机实验室 因为肺炎很重啊 我们只要去交一个肺炎的处理肺炎 很快 那当学校好像一般一般的 不知道啊 就是说你的肺炎 早期的时候就乱到 你现在不会有乱到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做实验的时候 产生的肺炎越少 那你越快的话 你用的肺炎就越少 产生肺炎越少 最多好做啊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快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些都是厂商 它的卖 它的咖喃 我们现在 可以做出来一个三卖款 这早期的时候十卖款 现在五个卖款 算是一个厂用的 我们做实验到五个卖款 那比较 更好的是三卖款 这显然是厂商的广告 三卖款 你看 我可以用的短了它 多卖款才25公分 三卖款是7.5公分 整个分离的效果 其实都很好 那么它就可以从 整个五分钟往来 缩短到一分半整 这就是 让你看一下 虽然它很紧 但是非常小 所以它真的很好 它可以分的 完全不开 所以这个是 快 但是呢 对你的separation 的efficience 来讲 对你的separation 来讲 它是可以接受 你的tolution 好 另外这个也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厂商 在卖它的广告 卖它的产品 做广告 用跑车 让背景 更快 更长的 快 都快 好 我觉得如果它很好 我想你们看 你们看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那个广告 哇 没有倡议 都想到这些 好 我尝到Isteam 那接下来 我们休息之前 大家一分钟 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common pattern 就是materia 我们早期的时候 我们早期的时候 我当年就是用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 这个 这个micron 很少 那个时候 就是几十个 甚至大的 但它这个画了 一条一条的 代表 它的空洞 都画得不太漂亮 第一条代表 这个颗粒呢 它里面 它里面 就当刻的大 就变得更快 同样的 现在刻的 变得更小 那比较少 那 目前已经不太用了 以前 我们还会用的 叫做 Retal Polic 所以你现在说,这种外观,当然可以,因为目前都是用了小的课例, Micro-Polyta or Fores,我们用的小的课例,就是这种。 这种呢,目前,偶尔还未再用,所以各位知道是课文上可以提供的这个字, Tradical Paragraph,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课文上用文字序所,如果你在文字序看过去,你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你的一颗球,这个球呢,什么样的? Spiritual, non-volist,实心的实心球, 有点像你的弹柱,一个,Volition,没有空空的。 那你的东西呢,是在这样一个表面。 Spiritual, non-volist, must be,整个词级比较大。 那你的这个,反应的,就是我的键上,是在这个表面,是在这个表面。 所以,这个叫做Clical particle。 那我们目前,它都使用这个Pores Micro particle。 那它的材料,现在先记一下。 两种两种,目前为止,还是两种。 这两种呢,我们在后面,四种东西推移方法。 讲来讲去呢,就是这两种材料。 就是你的权通颗粒。 第一个就是Silica Paramax,很纯的Silica Paramax。 另外一个呢,可能第一次听到。 Pores Tyrene Divinity Benzine。 Pores Tyrene Divinity Benzine,我们在后面, 讲理智能器的地方呢,可以特别去讲到它的结构。 这个地方先知道一下, Silica跟这两个东西,和那个Pores Tyrene Divinity Benzine。 这是Pores Tyrene。 这个是Pores Tyrene。 这个是Pores Tyrene。 这个是Pores Tyrene。 这两种。 那你们用的一般,都用的这个碳18的。 做了,聊些两个试验。 你能给用科例的,都是用Silica。 好,我们终于休息。 是说,有没有少量。 就是这个大刀, 那么,有甚麼可以。 谢谢大家